現在中共的策略在國際關係叫戰爭邊緣策略 因為他內部壓力很大 他必須要透過對外輸出危機的方式 去轉移他內部的政治啊經濟啊 跟社會的各項矛盾 這個戰爭邊緣策略很重要的前提啊 就是不能弄假成真弄巧成拙 簡單來我要裝的一副啊 我好像信心十足而且 解放軍是有能力呢打一場戰爭的 但是如果真的打下去的話這個策略就是失敗 做得比較好的叫北韓 他一副呢就我要發展核子武器 但是發核子武器的目的是在跟美國 做談判的議價的籌碼 這是第一個啊 所以說我認為中共基本上是在裝槍作勢 而且呢 演得也蠻深的 他入戲盛生啊 第二個是我們要對戰爭的定義啊 有所呢去做解釋啦 如果用傳統的戰爭來講按照現在解放軍的實力啊 他要去進行一場大規模的這個登陸作戰 或是渡海作戰 難度真的非常高啦 譬如說當年的這種 洛曼地登陸啦 或者是說呢海灣戰爭 這種大規模的陸戰啊海戰啊 三西聯合作戰 能力上他是啊 條件還不夠的 但另外一個是什麼呢 其實啊現在要做大規模的兵力的集結 在資訊發達還有這個間諜衛星啊 的監控之下 你很難投過呢大家的這個注意啊 所以傳統戰爭的打戰方式呢 我認為機率是非常低的 但很有趣的地方是啊 新的戰爭形態 例如像超限戰 或中共自己說的 對台三戰叫做 輿論戰 法律戰 心理戰 就是無煙銷的戰爭啊 最近這幾年來 早就已經開始啟動了嘛 透過代理人假消息 或是說呢未來呢 去進行規模最小的 悔悟不傷人的丟兩顆呢 賣衝彈 或是說呢代價最小的斬首戰爭 這樣的條件的戰爭呢 是不無可能的 回到一開始我所說的 所謂的戰爭的形態 未必是啊 動刀動槍啊 或是說真槍實彈 或是像我們看的戰爭片一樣 剛才我所說的 無煙銷的戰爭是什麼 試圖去影響你的輿論 使你心生恐懼 萬一真的打起來的時候呢 未戰先投降嘛 所以我覺得啊 中共基本上也很理性 最後補充一點 他們的鷹派啊叫 這個環球日報啊 環球日報呢之前說呢 呼籲大家不要先開第一槍 以免插槍走 然後最近呢又告訴大家說呢 要高度克制 而且呢 講的對象不是美國 講的對象還包含台灣 美國跟中國三方 在台海互動的時候呢 應當要考清楚 如果發動戰爭的後果是什麼 他已經給自己台階下了 為什麼 這場戰爭如果打下去的話 不僅可能亡黨亡國 而且可能把中國改革開放 40年的成果呢 全部都埋葬掉 所以呢要動手之前呢 第一個要想清楚代價跟成本 第二個要想看 打這場戰爭的目的是什麼 我剛才一開始說過了 戰爭邊緣策略 裝槍作勢 轉移內部矛盾 累積跟美國的這個呢 談判的籌法 這是 中共真正要的 如果真的打起來的話 跟這個目的是相違背 反應 反應